基本有五块大肠 三四五块小肠 还有几块猪颈肉 不一定 它剪的大小 哦 剪的大小 这是韭菜是吧 对 老公有豆芽丸的 哦 豆芽和韭菜 这边吃的很清淡啊 你们那边的人比较重口味 对对对 老板娘说的非常对 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漳州龙海市 尝一下这边特色的 大肠小肠面 看一下还是柴火灶 用的都是果木 荔枝木 龙眼木 找到了 应该就是这边 老板这里面煮的是什么呀 面 猪汤面是吧 青汤面 看一下这边堆的都是柴火 然后这边猪肉馅切 猪肉是猪颈肉 猪颈肉 然后等一下生烫是吧 没有猪颈 它在这边调到这边馅 里面有大小肠肉 我刚刚就不关锁的吧 那来一碗吧 面条 面条 15 15 就有大小肠 还有丸子 猪肉 哦 这个应该是熟面烫 你看好 肉片生烫的 这是大肠啊 就是这个汤吧 哦 大肠小肠汤 哦 来点胡椒手 这种面是龙海这边的特色吗 对 这边都是这种面 来 我给你搭 哦 你给我搭 谢谢 你请慢下来看 做五脉啊 都已经差不多了 肉片 然后大肠小肠 挺鲜的啊 食物一碗 里面货也挺多的 面条是下好的熟面 然后在吃的时候再烫一下 不能说筋道不筋道 就吃的口感脆脆的 很脆 大肠和小肠都是白汤的 基本没有味道 我们平时吃的大肠面小肠面 一般都是红汤的 大肠小肠 柴火面 汤就是比较浓的这种猪肉的味道 大肠小肠洗得很干净 没有什么脏气味 我再放点胡椒粉 稍微好一点 还是太大 这两锅汤一样吗 这边熬 熬 熬 再就熬过来 这个木头刚刚我们在路上好像看到的 这应该是荔枝木啊 荔枝木也有龙眼 哦 荔枝和龙眼 就果木 果木 柴火 大肠小肠面 还有两点蒜泥是吧 嗯 盐巴也一点点 酱油 嗯 所以我说它这个汤非常非常的清淡 味精味道都吃不出来多少 一点点 差不多四十点 三百